大鵬灣平靜無波的海面上 黑色魚旗緩緩浮現 接著黑色身軀逐漸清楚 目擊民眾看了好驚喜 鯨屯出現的位置距離岸邊 僅僅幾百公尺就擔心受困 漁民想辦法 橡皮艇再加上山板 類似包圍的方式 引導鯨屯往深水區域 透過了影像 鯨屯專家判斷 這是離群的領航鯨 原來這一頭領航鯨 二十七號海巡人員 就發現徘徊在大鵬灣 當時天色昏暗 無法進一步確認鯨屯 蹤跡和品種 隔天還以為已經離開了 沒有想到二十九號的傍晚 鯨屯又出現 領航鯨屬於海豚科 圓球撞頭部和黑色的體表 是最大的特色 他們屬於群體生活 成年會超過六米 專家表示 民眾最有印象的 就是花東海岸賞鯨團 可以看到的短期領航鯨 初步判斷 在大鵬灣看到的領航鯨 應該還未成年 是否受到氣候因素離群 還要進一步追蹤觀察 三連新聞 朱俊傑最榮 評論報導 實施